然後在埃及的什葉派最後的將領 撒拉丁 他是把十字軍東征全部毀滅 聖地又被他拿回去了 那時候的將領叫撒拉丁 他倒不是王 他是當時的一個統帥 在這種情況下 然後很多年以後興起了土耳其的一個二獨半帝國 二獨半帝國原來是從土耳其開始 所以那種淺黃色 土黃色是他們開頭的地方 是在土耳其半島跟希臘半島 然後後來他們擴張到紅色 紅色就是巴幹半島 所以後來留下Cosfo Cosfo就是土耳其人留在東歐的 還有阿爾巴尼亞 阿爾巴尼亞是穆斯林國家 那邊留下的是土耳其人 所以在東歐就留下一個炸燈 所以後來當蘭斯拉夫解體的時候 內部戰爭就有什麼東正教的 布斯林什麼的 其實是宗教不同以外 其實是中國戰爭 而不是宗教的 然後他們也擴張包括北非 包括最大的版圖也這麼大 甚至在歐洲一直到匈牙裡 所以目前的穆斯林為什麼有恐怖形狀 他們就是懷念過去 從古代的布斯林帝國到奧斯蘭帝國 都曾經有輝煌 現在很憋啊 所以這個反彈的心靈 也是促成他們恐怖行動的原因之一 但是跟他們的教義有關 這待會再講 所以他們曾經有這樣的歷史 他們有很多派別 主要是三大派 一個是蘇里派 蘇里這個字 阿拉伯語就是經典 經典包括古蘭經 也包括Hadish Hadish就是萬末的原型物 也就是說古蘭經號稱是天使加百列 告訴 口述給萬末德 萬末德叫弟子寫下來 叫做古蘭經 所以古蘭經沒有萬末德自己說的話 都是天使說的 那Hadish不一樣 Hadish就是萬末德說什麼 他做什麼 那那個就是另外一個 所以言行Hadish有好幾種Hadish 看誰編的 不過目前最權威的一個是 公元九百多年已經第十世紀 是萬末德時候三百年編的一個Hadish 九大策定 但是有好幾個不同的版本 不同的編的 編的就是把過去他的老婆 他的部署講那些話留下來 可是因為是編輯的 是三百年後編的 所以講話都是在萬末德時候 五十年之內 不然連老婆也死掉了 那還有誰在講 所以因此留了一些東西 那裡面東西的話 詳細來講 繼續無遺 包括他怎麼上廁所 所以穆斯林上廁所 是根據萬末德 他上廁所會 他上廁所的時候 就是說 他有一定方向的 你不能背對賣家 不進 撤退 面對賣家 上廁所 因此穆斯林到今天 無論哪個國家 上廁所一定要對著賣家 他們覺得Hadish 就跟聖經一樣 所以所有的生活習慣來講 Hadish很重要 古蘭經沒有寫這個 但是萬末德怎麼做 他是怎麼做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 蘇里派是把這個經典看為 極為神聖 極為重要 那目前百分之八十以上 可能有 有人說百分九十 我想沒那麼多 是屬於蘇里派 第二派就是什葉派 什葉派 就是當時我說 第四個哈利法 萬末德的表弟 也是他的母婿 被暗殺以後 他的追隨者 稱為什葉 那這些人呢 他們的主張是認為 阿里死了 他們倒不是追查兇手 死了 他們認為以後其人權 不用選了 就讓默罕默德的這一家族 阿里是甚麼 他要推舉阿里的兒子 當下一任的哈利法拉 這麼講 可是 對抗的另外一邊 是第三個哈利法 奧斯瑪 奧斯瑪的子兒 奧斯瑪的子兒 就是第三哈利法 跟第四哈利法的後代 在打 最後是 奧斯瑪的子兒戰勝 因此 阿里的兒子就 讓位 後來死了 等等等等 那他的後 跟隨者一直不符 所以兩派就一直到現在的鬥爭 鬥爭到後來 今天的什葉派 大多數是波士人 是伊朗 因為 其實阿里 他自己本身 是阿拉伯人 又是默罕默德的家族 可是為什麼 什葉派現在都變成波士人 不是阿拉伯人 其實 就在這個過程中 我想什葉派就變成那種 被marginal 被邊緣化的那個不滿分子的收容所 那你知道 阿拉伯人統治波士的時候 那你問波士人 就變成被統治的少數民族 所以這是總有一點很微妙的 這些情況下 所以這波士人就變成 接受阿里的這一派 就是什葉派的這種教導 所以今天 伊拉克、伊朗這邊的什葉派 其實這樣產生的 諸如此類 那他們的信仰上來講 基本上就是說 除了他們沒有說否定古蘭經 也不是否定Hardish 只是Hardish 他們有自己編的另外一種Hardish 言行路 然後有一些規矩 然後他們是怎麼呢 很尊重歷代的教長的教訓 以聖經的觀念來講 什葉派就好比法利塞 而蘇都該人 而蘇利派 好比薩都該人 因為薩都該人認為 所有的東西 只有摩西五經是經典 一切到摩西五經 摩西五經沒有講的 通通不接受 那因此他們不接受的是以復活 但是法利塞人呢 接受拉比 歷代的拉比的教訓 因此一些古師爺啊 仲天啊 什麼的 所以除了聖經之外 有另外一個東西傳統 那什葉派的人 除了古蘭經 除了Hardish 包括歷代的教長 他們留下來的東西 也變得很權威性 而蘇利派不接受那個 只接受古蘭經和Hardish 對 有點好比在耶穌時代 這個薩都該人 跟法利塞人們鬥爭的 有點類似 就是兩邊的鬥爭 與思想一樣 那蘇菲派呢 是 伊斯蘭教當中的神秘主義者 有人稱它為林恩派 其實沒有 他們不重視什麼 我們超自然的恩賜等等 他們沒有這個概念 就神秘主義啦 他們是受東正教影響比較多 那蘇菲派 那是在民間比較普遍 他們的特徵兩個 一個是 穆斯林當中最有宣教熱忱的 都是蘇菲派 東南亞怎麼變成 伊斯蘭教國家 是蘇菲派做生意的人 他們傳福音傳到印尼 馬拉卡 然後菲律賓 這是蘇菲派 第二個呢 蘇菲派的人 因為比較強化神秘主義 所以他們跟神的觀念 他們覺得可以親近神 那待會兒我就 稍微講一點點 因為時間的控制 但是我要更好的時間 就是說 穆斯林標準的一個態度是這樣 假如你有同學同事 鄰居是穆斯林 試一下 就可以知道 穆斯林跟我們很相像 可是有點不一樣 那當然 第一個 你要跟穆斯林談話的時候 你不要太 我們叫confrontational 衝突似的 你怎麼信什麼這樣 不要這樣 你就說 我是基督主啊 你是穆斯林啊 你們的信仰跟我很像耶 有點像耶 你們穆斯林愛不愛阿拉 你覺得阿拉愛你嗎 試試看 穆斯林說 哦耶 He is merciful 他還有恩慈 他還有恩慈 He is merciful But does阿拉 love you 好 他們絕對不用這個字 愛 阿拉愛我嗎 我不配啦 他憐憫啦 他慈悲啦 你再問他 那你愛阿拉嗎 我不敢 他們不愛阿拉 敬畏 敬畏 不敢愛 你想想看 清朝的時候 會不會 慈禧太后出席 有些 基督太后我愛你 沙無色 他敢抬頭 你可以愛慈禧太后嗎 你不夠格 你愛慈禧太后 你能夠愛阿拉嘛 所以穆斯林 可能你上過前面一些課 我不知道你讀過多少 他們有一個說法 阿拉有九十九個名字 其實是九十九個品格 本質 比如阿拉是風邑的 阿拉是慈悲的 阿拉是埋有饒恕的 阿拉是九十九的 他九十九的 少一個 但是你要 對阿拉伯來講 九十九 九十九 就好像七十七一樣 所以他的 perfect number 不是100 但我們基督的觀點來講 少了一個 少一個什麼 阿拉不是愛 特別 絕對不是捨己的愛 犧牲的愛 所以他們沒有這個愛 絕對不是犧牲捨己的 如果你把愛解釋為慈悲 那他死 那他絕對不會犧牲捨己 所以沒有十字架 沒有數最極 你可以問另外一個問題 尤其那些很敬虔的穆斯林 哇每天禱告 什麼都不吃 非常敬虔 你要問得很敬虔 那種偷偷吃豬肉 我就別問得了 很敬虔的穆斯林 就問他 你這麼敬虔 什麼東西都做到了 我想你應該會去天堂吧 你試試看 他就跟你說 Oh no no 差太遠了 我們做得再好 阿拉看起來都不夠完美了 那誰上天堂 阿拉慈悲啊 所以可能看我這麼努力 好啦好啦 差遠了啦 上來上來上來 就上去了 就混上去了 他絕對不能說 Sure 我答案去天堂 我這麼虔誠 怎麼會不會上 穆斯林沒有得救的確決 沒有贖罪集 你做得再好 再神看起來都不夠 所以我是問過 曲弓坡最大清真寺的 No.3 guy 第三號的教長 我就跟他說 一三下五六有首支 你別跟我傳教了 我想問你幾個問題可以嗎 他說好啊 你要問什麼 我說你是這麼大清真寺 那清真寺可以住四五萬人的 馬來西亞最大的清真寺 你排到老三 一定地位又高一定很靜天 不然怎麼會輪到你 你會上天堂嗎 那個教長笑一下 你既然對我們意識上 這樣略有所知 你也應該知道 我的標準答案是什麼 我的標準答案很簡單 阿拉 is merciful 他很有慈悲 而我又很努力 所以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想 I have very high probability maybe I will be there 就這樣嘛 那這種假設以太 我大概可能或許會去嘛 他絕對不能說 當然 我這樣的人都不能上天堂 那穆斯林都完蛋了 他不太要量 他也只能說 阿拉 慈悲 我很努力 那我想 或許我有蠻高的可能性 我應該會去天堂 還是這樣 那如果你跟他分享的話 那你呢 Sure 我一定會去天堂 他說 你怎麼這麼大膽 說你一定會去天堂 你會跟他講 不是我做得比你好啦 這是因為我們有個耶穌 祂是我們的贖罪集的 靠祂我就不去了 喔 那也許留下一個話頭 以後他就會繼續跟你談 他們沒有這個 所以追到最後的根源就是 神不是愛 沒有犧牲舍己的愛 所以沒有贖罪集 沒有食之價 那因為這個一下 得救確實就沒有了 那因此蘇菲派呢 他們常常說 阿拉在我心中 我也希望能夠藏在阿拉的翅膀底下 這跟我詩篇很像吧 但重點在這裡 如果你有機會看我那本書 我那本書的特色在這裡 所有講伊斯蘭教的書 特別是西方人寫的 沒有一本書提到中國的回族 不怪啊 西方人從來不像回族傳統的 他們會去跟這個維吾爾人 哈薩克人 中國其他少數民族 但是從來不介入回族 因為回族是講國語啦 普通話的啦 他覺得這是 就算要傳中國教會自己可以做 因為不需要學阿拉伯語 就這樣自己傳就好了 所以我就不做了 而中國的教會呢 派人去阿富汗去巴基斯坦 絕對不到隔壁回族村 所以這個回族 一千兩百萬是被所有人忽視的 所以我這個時候講到很多中國回族 但我的材料都不是來自於先教士 是回族自己的書提到他們怎麼來 他們什麼背景 他們信什麼 我就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中國的回族自稱是蘇里派 但我敢保證 他們的信仰多半是什葉派 不是蘇里派 或者說可能全世界獨一無二的 能夠把什葉派跟蘇里派 哪個信仰合在一起的 全世界除了中國回族 沒有第二個 這兩個在世界各國都是打仗的 你每次聽到哪有恐怖分子 把清真寺炸掉 我告訴你 絕對不是基督徒詐 就是另外一派的牧師去炸這個 我炸你你炸我 所以炸清真寺的一定是穆斯林 那就是什葉派炸蘇里派 蘇里派炸什葉派 基督徒絕對不會炸人家清真寺 所以他們身手大恨 可是偏偏在中國 也唯有在中國 這兩派結合在一起 譬如說中國清真寺的那個教長 他們都叫他阿宏 我們叫阿宏 那一般都叫Iman Iman 所以中文翻譯成一馬木 可是中國的回族一千兩百萬 有上萬幾萬個 就是那個清真寺 都叫阿宏 阿宏是波斯語 而且是什葉派專用的 那為什麼中國一千兩百萬通通叫阿宏呢 所以可見是什葉派的影響 中國回族所有的節期都是波斯語 都是什葉派用的 譬如說他們有Ramada齋戒月 Ramada結束最後一天叫開齋戒 就是好像過年一樣 不齋戒了可以吃肉了 那天叫開齋戒 翻譯成開齋戒 Ramada結束是波斯語 什葉派用的 所以所有的節期都是波斯語 可是你問回族 他們說我們是樹里派 可是明明很多東西都是什葉派的 更妙的是 中國回族百分之百蘇菲派 而在全世界蘇菲派大約百分之三 可是中國回族有四大門換 四大門換就是派別 門口的門 官換換的四大門換 他們回族用的名字 四大門換 四大神學派系 就好像我們說 加爾文派 雅敏派 路德中 所以回族有四大門換 四個全部蘇菲派 他們是專門訓練阿宏 所以中國穆斯林 所有清真寺阿宏 就是四大門換不同的 他們叫經學院訓練出來 可是四個全部蘇菲派 所以換言之說 幾萬個清真寺裡面的阿宏 教長 全部是蘇菲派 那你的信徒呢 受到影響 很特別 可是對我們中國人 跟回族傳飛的優勢 第一個語言優勢 因為他用普通話 我們用普通話 不會學語言 第二個他是蘇菲派 蘇菲派跟基督徒更接近 我們有共同的語言 共同的信念 我跟神的關係等等 蘇菲派也好 就是這樣子的 可是你跟蘇菲派講 褻賭 你敢跟什麼 你愛阿拉阿拉愛你 No way 蘇菲派是可以的 所以因此我們有更多 共同語言 所以傳福音的機會來講 大概瞧更容易 所以因此 後面我看你講 能講多少 講多少 所以我先告訴你 跟穆斯林傳福音 我覺得我們華人的基督徒 第一優先 中國回族 語言上我們有優勢 第二個信仰上 我們有更多 跟穆斯林的優勢來講 蘇菲派是最容易 偏偏中國 講普通話的回民 那種回族的 都是蘇菲派去民傳 那不實在哪裡 全是多了 那顏色來講 黃色 什葉派 橘紅色 是順利派 順利派 大部分都是橘紅色 然後黃色來講 就是 除了伊拉平外 就是伊拉克 阿富汗有一些 那右下角 這個是講語文 那你們穆斯林講什麼話 很多人都講 講阿拉伯語 18%的穆斯林講阿拉伯語 82%不講阿拉伯語 那什麼意思啊 馬來西亞的穆斯林講馬來語 他不講阿拉伯語 那土耳其的呢 土耳其語 或者說突厥語 不講阿拉伯語 所以講阿拉伯語是誰 阿拉伯啦 埃及啦 伊拉克啦 就是這些國家 所以全部的穆斯林 16億當中 18%講阿拉伯語 大部分不講阿拉伯語 所以很多訓練宣教士的人 我要去穆斯林宣教 就先學阿拉伯語 搞錯啊 第一 你去的國家可能不講阿拉伯語 巴基斯坦不講阿拉伯語 孟加拉不講阿拉伯語 誰講阿拉伯語 他的教長 就是伊曼 伊瑪穆 或者阿宏 他要阿拉伯語 讀古蘭經的嘛 那你總不能傳福音的第一對象 就是清真寺的陶公 你跟他傳嗎 還是跟他們的信徒呢 所以跟信徒 你不允許阿拉伯語 文化也不懂 我讀化工博士的同班同學 有一個印尼來的 不是話講 印尼人 有些人可以了解宗教 我說你是Muslim人 你禱告嗎 Yeah I pray everything 你禱告什麼 I don't know What 你禱告嗎 禱告 禱告什麼 I don't know 你怎麼禱告 你不知道禱告什麼 我們禱告用阿拉伯語 So 我不懂阿拉伯語 為什麼 阿拉只聽阿拉伯語 阿拉不是無所分事無所分辨嗎 Yeah 但他不喜歡聽別的語言 就只要阿拉伯語禱告 那你會不會講阿拉伯語 對啊 所以我們的教長就教我們 你禱告就說阿拉伯羅拉 阿拉伯羅拉 阿拉伯羅拉 你不知道在講什麼 阿拉知道就好 所以每天禱告就說阿拉伯羅拉 阿拉伯羅拉 讓我來學了 阿拉伯羅拉 I don't know 阿拉知道就好了 所以我禱告是我不知道阿拉知道的 阿拉不是無所不知 為什麼要不聽你印尼文的禱告 一定要阿拉伯語 很簡單 阿拉透過加百列 講古蘭經的時候 還有阿拉伯語告訴萬末 萬末都只懂阿拉伯語的 所以天堂語言是阿拉伯語 不懂阿拉伯語到天堂行不通 阿拉叫做不聽你禱告 很奇怪的邏輯 我在神學院讀書 讀宗教比較像伊斯蘭教 我們去讀書館這本書 古蘭經英文的 Koram下面一個字 This is no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Koram 這不是古蘭經的英文譯本 一番是啊英文 是古蘭經啊 上課路老師 老師這本是不是古蘭經 對不對 所以只好翻譯一下啦 麻麻糊糊糊啦 隨隨便便 你覺得不可以說 This is the most exac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Koram 你這樣說 沙無色 你都說這個是浮裡糊塗的 麻麻糊糊糊的 你要懂嗎 最好是阿拉伯語 你不懂嗎 你就讀一個刺者破舍 這樣講 我就給活命 我覺得很好奇 中文古蘭經怎麼寫啊 我去台灣清真寺去 有個朋友幫我去 要了一本來 所以我手上有兩本古蘭經 東文的 一本大陸的 一本是台灣的 翻譯這個節目 怎麼寫 古蘭經中文註解本 我說還有註解啊 So good 一看什麼註解都沒有就是翻譯本啊 它不能叫古蘭經 它加上個註解本 跟原文長遠遠啊 所以它有這種觀念 所以打掛用阿拉伯語 你不用阿拉伯語打掛它就完蛋了 所以你只能 教你佛教的咒語 練你一句話 反正你不知道 阿拉知道就好 他就每天練那種 他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阿拉伯羅拉伯羅拉伯羅 打掛是這樣 他們說 那你有事情的話 可不可以跟阿拉講 有點難欸 我也不懂阿拉伯語 我怎麼把我的需要 用阿拉伯語去告訴阿拉呢 所以他們的禱告很奇怪 那那種阿拉伯羅拉是什麼 其實都是阿拉很偉大 這種 就這種讚美的禱告詞 不是request 你不用阿拉伯語 你怎麼講出你的需要 所以他們的穆斯林的一些觀念 會讓我們有點得意說實 那這些部分可能你們過去幾個 應該有教過一點他們的信條是什麼 那比較特別的是他們先知 他們所有十二萬四千多個先知 除了是這麼多 其實講不出名字來就那幾個 而且很多都是就約人物 但其中耶穌是其中一個先知 穆安莫德以管最大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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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點來講 我想就是 如果你跟穆斯林有機會 傳福音 分享福音的話 你要做什麼 那我說我不是有上千萬的穆斯林信託 有些穆斯林現在當牧師 因此他們有一些 教我們怎麼跟穆斯林傳福音 其中很簡單的一點 第一 你不要討論穆安莫德 他們一定會問你 他們每天要唸的 每天除了阿拉沒有別的神 然後穆安莫德是他最後最大的先知 他們每一天禱告都會唸這句話 穆斯林 那你跟他談話 他一定會說 你覺得穆安莫德是不是最後最大的先知 那你怎麼講 才不是 OK 跟你沒話講 你完了 那你說 是 他可能是 你妹的良心說 我不會相信嗎 所以最好的答案是 no common 沒有評論 你可以這樣講 國天文化莫德一無所知 我把它恭維成多聞偉大 我是真的知道我說他很偉大嗎 或者我把它貶到不為不值一聞 我知道他做了什麼事 所以貶他也好 稱讚他都不對 所以no common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女性也是我信的 你信耶穌嘛對不對 我也信 那麼多談談耶穌好不好 他不會反對 然後那個穆斯林的牧師他就說 你知道多講一點耶穌 講多了以後有什麼效果 很簡單 好像鈔票 我去了馬來西亞把我鈔票都用過 好 真鈔 多看幾眼 看熟 熟的不能再熟 有人跟假鈔一來一看 不對 什麼不對 你看出來 你把耶穌講清楚了以後 他心裡有數 穆罕默德是最後最大的先知 他算是哪一門的先知啊 就說跟耶穌所作所行所說一筆講 他一再有動搖 差不多了 要殺藥把就隨你了 所以你知道多跟他講耶穌就好 你不會跟他講穆罕默德 你說什麼都錯 但耶穌講耶穌總是不會錯 所以跟他講耶穌 他們的古蘭經有聽到耶穌一點點 當然如果你讀我的書 我就告訴你 他們說了耶穌什麼 那沒說了一大堆啊 登山寶訊是沒有的啊 耶穌人生命很多東西沒有的啊 你把那些東西 你想讓耶穌多一點是跟你講福音書 甚至給他看一個耶穌傳 或者他願意的話 給他看馬太福音 剩下讓聖明動謀 丟了效果 所以還有很多先知 但最主要是對 所以他們也沒有否認 他們覺得失傳的 聖經裡面來講 說失傳但還留著的 就是福音書 摩西五經 跟大陸詩篇 只是他們沒有看過 所以跟他講福音書的話 他們其實不會反對 那回教徒的義務就是要送毒啦 要禱告五次啦 奉獻啦 禁食啦 那你知道這些東西其實都來自於聖經 猶太教 所以伊斯蘭教 從我的觀點是 穿阿拉伯袍的猶太教 沒有什麼東西不是從猶太教偷來的 善在禍 猶太人禱告三次 他禱告五次 那猶太人的奉獻是什麼 每三年十分之一奉獻 持善捐嘛 每一年3.3% 他們大概得2.5% 所以 你的禁食 你的捐獻 你的禱告 送毒 其實猶太人有沒有送毒 有啊 就是生命劑啊 你要盡心基睿 盡心基睿 愛主你的神 這就是他們 叫哈勒爾 哈勒爾就是宣告 好 猶太人有這個 所以他們把這個改成這個 唯一的宗論就是聖戰 聖戰 是嗎 有些人說 YES 有些人說的